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师父我要问我的爸爸 1954年属马的 19什么 1954年 你爸爸生中病了 你爸爸这一段 到这一段出毛病了 对 你爸爸有两个问题 输马的是吧 对 你爸爸这个有两个问题 一个他小的时候啊 小的时候他得罪过神灵 就是人家供的那种神台啊 农村啊 他跑过去拿人家的 拿人家的那种水果 也不知道拿人家的供神的东西 你要叫他忏悔的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爸爸有一个兄弟 就是兄弟啊 有没有一个兄弟 因为他被领养了 啊 他被领养了 领养的 被人家领养了是吧 他领养的话 家里有没有一个兄弟啊 兄弟没有 人家家里有没有一个男呢 男的是很多人 就农村的就大家聚在一起 不是 我问他 他的亲戚当中 你不管他领养不领养 他的亲戚当中 有没有男的 就是兄弟姐妹 亲戚表哥表嫂啊 就是男的 有没有一个死掉的 跟他过去关系蛮好的 个子比他高 个子比他高 头比他大 死掉的 忘记了 你叫他赶快超度他 否则那个人 现在让他得恶病 他会走掉的 现在他得的是恶病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们知道什么叫恶病吧 吃不好就叫恶病啊 明白了吗 明白 能不能叫他许愿吃全素啊 好 家里设个佛台好不好 就有观世音菩萨 也有那神 我看看在哪里 神比观世音菩萨还要大 对 因为我看见他家个佛台 一个神这么大 观世音菩萨小小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能不能请我们的 这个观世音菩萨 去保佑保佑他 好 我告诉你 他大概还有三年半时间 不好好治的话 他不好好修 还有三年半时间 知道了 好吗 好 三年半时间 救不活他就要走掉 你算算看 三年半他几岁 他现在几岁啊 六十四 六十四 六五六六六七 六十七岁吧 一个观吧 叫他不要吃活的 杀活的就可以了 叫他许愿不要吃活的 杀活的 好 好吗 好 叫他每天要喝观世音菩萨的 那个大杯水 好 好吗 你帮助他 小房子一共要念九百八十张 好 放生要放 两千八百条鱼 好 每天要念礼佛 念三遍 大杯咒念四十九遍 就可以了 知道了 好了 知不知道 有朋友要问王仁 叫什么名字 四达静 释迦牟尼佛的四 发达的达 国境的静 最后一个什么字啊 静 国境 庆是吧 对是庆祝的庆师傅 是 达 庆 2015年 做掉的 是出家人是吧 释迦牟尼佛的 释迦牟尼佛的事 我知道 是不是出家人呢 对 是达 达到的达是吧 是达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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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在下面 在地府啊 不好啊 他是你们家里人啊 我朋友的爸爸 不行啊 赶快把他超度啊 他在下面 还在补念经呢 一支很小的灯啊 眼睛都看不见 在补念经啊 受人供养啊 我不太清楚 你当然不知道 朋友的 你要我带你下去看看 我经常带人家上去下去看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你叫赶快叫你这个朋友 赶快帮他超度啊 好 好吗 好 苦不算受苦 但是一直在补念经 说明他在庙里的时候 我没有好好年轻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灯很小 一个小油灯 怎么看 所以 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当心的 好了 karena师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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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